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 尤其過去老一輩常說 大嫁給板題 可能會延誤孩童 進行早期療癒的三歲黃金期 新北市福利政策 特別利用無名市捐贈善款 製作育兒寶貝貸 從8月1號起 入籍新北市的新生兒家長 都能夠收到這一份愛的禮物 8月1號 只要新生兒到附贈機關登記 我們就會免費送育兒寶貝貸 檢測我們孩子們 0到6歲的整個發展資能 孩子都是家長的寶貝 幼兒在6歲以前的發展 是關鍵期 尤其是3歲前的大腦發展 可說性最高 育兒寶貝帶的設計 即是一份檢測幼兒發展的工具 而不是一般的玩具 讓爸媽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使用 透過感官、語言、動作的 發展面向互動 掌握孩子的發展資能 幼兒寶貝帶 就是讓0到6歲新生兒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可以透過寶貝帶裡面的叫玩具 及早讓孩子們整個在動作、情緒、語言、感官、認知的測試上 來瞭解這樣一個檢測到底有沒有適合在這個年齡的發展過程 即早發現如果孩子們在整個檢測有狀況 就可以請專業的醫療來做 進一步的檢測 這份愛的禮物 育兒寶貝帶 可協助家長有更多觀察 幼兒發展的互動機會 如發現有發展遲緩的情況 可及早進行做篩檢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讓孩子的未來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記者林立吳志恒 板橋報導